主料,土豆200克,主料,干辣椒10克,食用油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一,锅中放少许油,烧热,放入几颗花椒或干辣椒,花椒和干辣椒炒出香味后,倒入沥干水分的土豆丝,再翻炒几下,即可出锅装盘,烹饪技巧,一,土豆切丝后,一定要换几次水, 将淀粉完全洗净,炒出来才撕丝清爽,吃起来才脆,二,也可以不加入丝清炒,很爽口,三,因为要洗很多次,所以先用清水洗,等淀粉洗净了最后才用盐水漂洗,即可达到防止变色的效果,四,为什么土豆丝不能像萝卜那样筛,因为筛的土豆刀口不平滑,吃起来也就没有刀切的爽口, 五,为什么大家自己在家炒的土豆,跟在半天吃的有很大区别呢,因为炒土豆之前烧油的时候,要放一点酸,油炫后,土豆下锅的同时酱油醋也跟着下锅,大火翻炒,早点料酒,放点味精糖,出锅,如果大家切土豆丝的手法,比较熟练丝比较细的话,煮下锅的出锅也就是塞到四分钟, 多放醋根本不用放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